我們今天來到泰國的曼谷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今天來到泰國的曼谷 這裡是靠近世面佛的 就是曼谷正核心正式中心的區域 所以你看這邊很多高樓大廈 很多這種辦公室辦公樓 然後購物中心 前面那邊就是最熱鬧的購物的地方 有機會晚上再帶大家去看 現在一大早都還沒開 那大家要去上班看一下這個 現在的狀況的街景 摩托車的比例不輸台灣 摩托車比例非常高 然後巴士、公車、大眾交通工具 其實在曼谷也非常方便 非常多 因為他們BTS非常發達 就是我們捷運 那很多人來曼谷就是除了觀光以外 就是飲食、美食 那講到曼谷的美食 就是一些什麼打拋豬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那些路邊的美食 那些在台灣也都吃得到 但是都很便宜 都不貴 我們這樣子很難比較 到底是貴但便宜 因為可能這邊的那些材料比較貴 但是有一個東西 可以評估說這個地方 到底價格貴不貴 星巴克還有麥當勞 麥當勞之前我們去吃 有拍過 那我們來吃看看星巴克 到底要多少錢 那因為很多東西跟台灣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也很難比較 可能只能比較咖啡 我去看一下咖啡一杯多少錢 等一下點完再給大家看 來了來了來了 我點了一個中杯冰美式 再加一個起司機 這個應該台灣也有 所以我點跟台灣比較相似的東西 這個在台灣 我記得這個是95塊 那這個應該在台灣應該也是 70還80吧 我不知道 有知道的人可以在下面補充 那這樣子的兩個 加起來是多少錢 285塊 這很貴 這樣子要285泰銖 等於大概要250台幣左右 台灣應該沒這麼貴 所以這邊的星巴克應該是比台灣貴 吃起來應該味道的差不多 先喝一口 對 都是這個味道 但是我們今天來 絕對不是要來看星巴克到底有多貴 我們主要是要來 帶大家來看房子 那今天這個房子呢 就在捷運BTS Racha Shui 我也不太會發音 Racha Shui 這一個捷運站正前方 所以等一下我們吃完以後 直接到現場去 東西很貴 那房子價格怎麼樣呢 當然我知道這一區的價格 本來就不便宜 這是整個曼谷最核心的區域 但是到底多少價錢 記得看到最後 我們就吃 我們現在要上車了 好朋友 弄了一台車 載我們一起去看房子 嗨 酸酸 嗨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當地地培 酸酸 對 妳是很酸是嗎 怎麼叫酸酸 哈哈哈哈 鮮鮮的台詞就是很深 酸酸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早餐吃完了 我們要去看房子 對不對 現在要去看的那個區域 是屬於什麼區 我們現在要去看 可能就是更是中心了 更是中心了 大家都來泰國都知道 那個鮮肉百地公司要拍的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要往那個方向去的隔壁站 嗯 像Ling Edges 在揚那片里的這個鄉里 他剛剛講了一串那個泰文 我們也不知道是在哪裡 而且我戴口罩給得清楚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可以幫妳翻譯 現在已經算是在地泰國人了 是嗎 沒有 還是台灣人了 太魅了 所以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 算是我們曼谷最市中心的區域 非常市中心 非常市中心 你是曼谷為中心店 然後左右兩年都會遇到 OK 我剛剛去吃了一個星巴克 這邊星巴克怎麼這麼貴啊 好像比台灣還貴很多對不對 連麥當勞都很貴 對 麥當勞不好吃 所以我看我還是改天 都吃這個路邊攤比較實在一點 對 到了到了 啊 這是一個城屋的案件 哇賽 這個 感覺是高級的喔 光是大樓的外牆 全部是這種大理石的 然後地板也是 比較高級那邊 好像快完工 還在做最後的整修 我們進來這邊看一下 這一個叫Adresse 算是一個感覺是比較高級的 喔 我們先看一下一樓公共設施 這根本是酒店的吧 對 真的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啊 這個開發商它叫AP AP AP 喔 Asia Pacific 是嗎 沒有 這個項目叫做Readress 那你在市場上面可能看到 像Ridden啊 Live啊 或者是Xpire 都是他們家的介紹 喔 Xpire是他們的 都是走這種比較fancy的style 泰國的建商 它的建案有分檔次 所以Adresse的話 算是他們家最高級別的檔次 喔 這個建商比較高 AP建商比較高規的 對 在台灣也很難看到這樣子的設計 這根本是床了吧 這是公公設 然後左手邊這邊有兩個空間 是會議室 這邊是meeting room 是要租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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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而且它連外面的花園 也做得非常 別緻耶 那花園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漂亮的東西 非常漂亮的什麼 驚喜 我們出去會不會進不來 哈哈 看一下 但是現在有 你是不是 你不會是這邊的屋主吧 一比一萬 喔 什麼驚喜 它這樣子就是英文風格 但是那邊你看一下 有一支空間 所以他們這個項目的 比較偏向象徵性的一個表物這樣 喔 那邊有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這邊是英倫風格 而且全部都是花鋼石的食材喔 現在來到它的這個 油箱 這個是油箱喔 這麼 油箱的這邊是什麼 哇 它的確是孔雀 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 上面是孔雀 這個可以走上去嗎 不行吧 它就是一個裝置 一個鳥籠就對了 所以這邊也是屬於會客區喔 另外一區的 真正的大廳在這邊 那剛剛 那個是Lobby 這邊是大廳 現在是50樓喔 先看一下它的 整個公設 哇賽 它連這個下面 游泳池下面也是鋪這種 有點像大理石磚的 整個 1.2米深度 然後是整個環 環繞整個 摸字型的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比基尼喔 健身房 那我們現在進到它的這個 GIN 它這個 最大特色應該也是它的景觀 因為它這個是在頂樓 50層樓 那你這樣看出去呢 整個曼谷的市區一覽無遺 你不覺得在這邊慢跑 感覺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走過來 那邊是健身房嗎 有沒有看到 跑步機 一格一格的一個跑步機 然後就有一個會客區 你在那邊跑累了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休息 有沒有 他們這個社區很喜歡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可以走到二樓的閣樓那邊去 看俯瞰整個曼谷的街景 超爽的吧 這個是會議室 目前裡面有人在使用 所以在頂樓高空也有一個會議室 所以如果你有親朋好友來這邊 你可以找師储或從外面帶東西進來 然後在裡面開Party 那我們上來這一個二樓的夾城 這邊是空中閣樓 哇賽 連這裡都有這個地方 所以這很私密的空間 這邊Wi-Fi都可以用 然後看出去 那邊就朱拉龍宮大學 我們曼谷第一學府 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剛剛有了解一下 好像這一區 這一整個區 白麗公 白麗公 好像這一區都是這邊的大學的教授 還有這些比較高知識分子的人會住這邊 黃家的人也會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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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然後被往右手邊 美男河這邊 像是陸軍啊 地軍啊 海軍總部都會在這邊 都在這邊 所以公家機關也很多在這邊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方向 你說這個方位是往哪個 這個方位的話 是往梵牙鐵路的方向 梵牙鐵路啊 什麼叫梵牙鐵路 是可以 在泰國有梵牙鐵路三線 它都可以在曼谷做會計 然後再往北是到昆明 雲南 可以直接到中國去了 就是再往前面的方向 這邊是北面 那這邊還有幾棟樓 這棟樓的話叫做corner 他們是家裡全部都是做樓中的 corner 然後對面那個是POP ORIGIN 看起來這兩棟樓的話 目前起價應該都是25萬太多以上 喔 這個都25萬以上 那我們這個看起來更高級 應該更貴囉 嘿嘿嘿 現在還有一些優惠 還有一些優惠 我們現在來到它的樣板間 它這個牆的部分呢 感覺都是有做處理的 然後做這種渡泰條 質感也不錯 那我們現在看的人很多 現在進到這一個 算是膠房、膠屋標準 算是空房的部分 那它一樣是配耶魯的電子鎖 那在泰國這邊 配電子鎖好像變得很標配 然後門的部分也是木質的防火門 這比菲律賓好多了 嘿嘿嘿 菲律賓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這邊有放冰箱的區域 櫥櫃啦 然後水槽啊 這邊全部都是標配 而且我覺得他們做的比較細一點 就是說 在膠房之前會把這個全部貼起來 這個IH爐質感非常好 然後烤箱也都是標配 然後下面可以做洗衣機 因為他們沒有 好像這個是沒有陽台 但是不能在外面曬衣服 然後門板質感也還不錯 這個是推拉的 嘿嘿嘿 這很酷耶 在台灣沒有這種了 有一點它的天花板高度三米 喔 近高三米 它現在天花板已經有做了喔 還有你現在看 還有很高的空間 看那個門就知道 然後進來這邊 有一個廁所三建築 再加一個乾絲分離 然後衛浴感覺也是質感 也是非常好的質感 那這一個是它的客餐廳 它這個跟日本一樣 門這邊玄關有一個推拉門 主角裡外 所以進來就有LDK的部分 LDK 大概是這個大小 所以你這邊可以做客廳 那邊做餐廳 或是這邊做餐廳 這邊做客廳 然後旁邊有一個陽台 陽台的部分 怎麼開 過來 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冷氣也是標配嗎 這個真的很不錯耶 進來這邊冷氣都標配 然後這是它的整個房間 這個房型超屌的 為什麼 因為它270度環境 你從這邊看 往這邊看 我們現在是因為它 為了保護它裡面的地板 還有一些冷氣啊 裝潢啊這些 所以它把這個貼起來 不然從這邊看就知道 它是270度的環境 這樣子 所以 這個還蠻屌 你在這邊睡覺 看出去的景觀 想像一下曼谷的夜生活 燈紅酒綠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個 有裝潢的樣板間 一樣是35平方米 剛剛那也是35平方米的 膠房標準 就是空屋 那這個是有稍微 裝潢給你看一下的 軟裝都放了喔 進來一樣有一個kitchen 然後kitchen下面 它就是放洗衣機的地方 可能泰國這邊 跟台灣不一樣 不能在外面曬衣服 所以通常家裡都會 配這個洗脫紅 整個標準 剛剛這個也可以動 這個也可以動對不對 不錯喔 然後進來以後 我們往左邊看過去 這就是衛浴 三件組的 配一個Toyoto的Washadette 然後Kesha的 我不知道那什麼牌子怎麼唸 那LDK的部分在這裡 這個客餐廳的大小 我覺得比剛剛那個 因為剛剛那是橫的 橫的在規劃上 視覺上是 因為這個進去就很深嘛 但剛剛那個橫的 可能大家會覺得好像沒那麼大 但是實際上 一樣是35平方米 客餐廳合在一起 那面寬大概是2米半左右 你放一個大概70寸 65寸電視都很OK 然後剛剛我們聽酸酸講 這個挑高3米 已經有天花板 已經有天花板 它的高度還這麼高 所以住起來非常舒服 那泰國這種比較高階的公寓 酒店式的公寓呢 它的落地窗 基本上是頂天立地的 所以你看出去的景觀 跟視野非常好 再來看一下它的整個臥室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1BR的房型 所以整個是這樣 那這一間廁所它就有相通是不是 看一下 這應該有相通到廁所的部分 一開馬上 知道我要上了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它的陽台 這也是這個房子 我最想要買的地方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這陽台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 那大家可以就是晚上 當然這面向過去旁邊有一間很高的大樓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遮擋 但是你可以選擇不同面向 其實曼谷最吸引人的地方 也就是它夜生活 它晚上那個外面整個摩天大樓的感覺 真的還不錯 夜景還不錯 所以有這種景觀的落地窗 太棒了 接下來進來了以後 我們看的這個是兩房68平方米的格局 一進來就客餐廳 這個格局比較接近台灣人會喜歡的一個格局 客廳跟餐廳是這樣子 不是廚房在走道上面的那一種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拉門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一樣 標配應該是一樣 只是說它冰箱可以放比較大 雙門的 然後這樣子 門在這邊 它就是挑高有這個條件來做水晶吊燈 然後這個也是走這種 乞花路線 乞花路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三件組的乾絲分離 再加一個乾絲分離 然後這個有沒有 走進了以後它就知道你要用了 好 那門進來裡面 這邊有一個主臥室 這是它的主臥室 大小非常剛好 不會太小 衣櫃它現在做這樣子 比較屬於這種漂亮一點的 但是容易留下指紋 然後這個是 塑裝台 試建築的 配乾絲分離跟超級馬桶一樣 靠近它就打開 嘿嘿 好 那這個 這實在是太棒了 我們去住一次飯店 像這樣子可以俯瞰整個曼谷 街闊的這種飯店 洗澡如果可以這樣子 你知道多少錢嗎 也是非常貴嗎 但是你如果有這個房子 每天在家裡就在家裡洗澡 然後看外面六鳥都沒人看得到你 然後接下來 這是它的客房 大小大概是這樣 看出去一樣是曼谷的 整個街闊 整個市區的樣子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66平方米的空屋 交房標準 台國女生還滿漂亮的喔 嘿嘿 這是它的廚房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冰箱 看過來 這是它的客廳 餐廳 這格局就比較像台灣的格局 那看出去一樣 景觀非常好 這一個面相 是比較好的面相 我想應該是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遮擋 面向北邊嘛 然後往這邊走 它就有兩間房間 第一間是這個 不是 這是廁所 三建築 再加一個超級馬桶 乾濕分離 然後 這是主臥室 主臥室大小在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跟客廳一樣的面相 那這邊有一個 你可以住櫃子的區域 是建築 乾濕分離 有一個對外窗 完全不用做窗簾的對外窗 這種對外窗才爽 那這是一個 Utility 而且有一個 它是陽台 可以走出去 那邊好像是放冷氣的區域 這應該算屬於這種 廚藏室 這一間就 次卧 冷氣都是標配 在這邊很多社區冷氣都是標配 拿到 報價單 這他們公司出的水 空金的 他們的大廳真的是空金的 我們這個案子感覺很高級 這個在台灣已經是豪宅等級了 然後我拿到這個報價單 這個價格在台灣基本上是很難存在 而且我們最近去看了一些新的曼谷的案子 有些其實開價也不便宜也蠻貴的 甚至有的說一坪米開價可以到一百萬泰鶴 就是也在附近 但是這個攤下來一坪米大概在二十幾萬而已 對啦 雖然說一個房間這樣算下來大概是八百八十萬 八百二萬 那如果你是我們群裡面的好朋友 剛剛我們跟他們爭取了一點點的折扣 所以如果有興趣可以再詢問一下 雖然這個價錢也不是說真的便宜 因為很多人看的廣告都以為這邊的房子都兩百萬 沒有 那個都在很外圍 你要買那個我們不介意 但是你到時候要賣或是要租 可能不是這麼容易 對啦 我們泰國的專家在這裡已經待了十幾年的時間了 在這裡已經算是快接近泰妹了 看他跟泰國人講話的流利的感覺 真的是太厲害 這個剛剛就看了一筆大概是八百八十萬左右的一個泰租 那有那個兩房比較大的那個 我剛講說比較像我們台灣的格局的那個房子 大概是一千八百萬左右 這個一千八百萬它比較大嘛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以附近周遭的行情這一區 他們這個叫Science 就是我們市面佛珠拉隆公大學這一個區塊 都是比較屬於含金量比較高的一個住戶 然後價格也會比較高 你這個價格CP值其實算是比較好 我們去看過那種外圍普通的也是大概是二十萬上下 是八萬到二十二萬上下 那在這麼市區也差不多是這個錢多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好像還蠻可以考慮的 是吧 性價比表現很好 性價比表現很好 那除了市面佛還有珠拉隆公大學 這些比較指標的地標以外 他離捷運站那個叫Racha Terry Racha Terry 這一個捷運站才150公尺 所以也算是一個交通蠻方便的地方 OK 那我們今天感謝我們酸酸帶我們來這邊看房子 那如果下次有來這邊邀請酸酸帶我們去看房子 有興趣加入的也可以加入我們群組 第一則留言有加入的方式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在這裡 在去就像我一樣 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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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裡 這裡你人 在地方 我們下大家 我們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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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